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到那些大哥级的人物 每天过的是纸醉金迷的生活 陈兴发看着看着 他自己也想要当老大 他知道自己什么都没有 只能靠一个字 那个字就是狠 他专挑名义代表下手 恐吓取材绑架勒鼠 这个案子越做越大 最后他竟然成了十大枪警要犯 甚至他还接连枪杀了两名的刑警 而其中这一位 就是曾经相当照顾他的李复兴 当年担任台北市刑大夫大队长的侯友们说 李复兴是死在他的怀里的 这是他憧憬生涯里头永远的痛 好 首先我们先来看 现在一个警察口中原本单纯的乡下孩子 怎么会变成杀人不眨眼的枪击药犯呢 他随身大概都会期待 左边右边过一支枪 他是双枪的 他身体长得也蛮魁梧的 大概应该有大概178左右 天哪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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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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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演员高洁万子梁主演的杀身状元 是台湾第一部将枪击药犯生平 真人时事改编 搬上大荧幕的电影 主角说的就是他 陈兴发 那时候出号叫阿隆 他真的是杀手机自己这个闯出名号 因为凶狠 要赶给你要 他是跟很多人就围着一大一起在赌 喝了酒以后上去赌 赌没两把 他认为他就是怎么都输 然后开始砸摊子 然后跟摊子的老板就这样子 炒起来了 炒起来就没事就把它给捅了 但当初陈兴发刚到台北发机的时候 还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混混而已 伊兰人很多人那时候做生意都会集中在台北的大屯 还有集中在锦座街 那个大屯酒店大概就是这几个地点 大屯饭店它本来是一个历来很出名的一个所谓的拖一杯酒 也就是我们家讲一个日语叫斯多利布的地方 那这个地方后来又改成地价酒驾的形态 尤其这个经营者本身他还不是男生 他还是一个大姐头型的 那这个大姐头也就是让他 让陈兴发有这么一口饭吃 然后就到那边去了 陈兴发在那边当他这个小弟 常常会帮一些黑道大哥开门 那时候陈兴发也因为这样子跟黑白两道的人 都有所接触有所来往 他这个人就是拿了小费也会 每次就哈拉两句 所以他跟有一些人还是手掌 因为也有宜兰的一些长辈带着他 其实在那时候我们跟他认识的时候 其实我那时候也跟他认识 他还是一个蛮乖巧的一个小伙子 也很客气的 这个楚楚社会的毛头小子 在当时给人留下不错的印象 同样来自宜兰的刑警干员李福星 更把他当成自己的亲弟弟一样看待 本来他跟李福星是好朋友 李福星大概差纳十五岁十几岁 所以当时据了解陈兴发上来台北之后 李福星也帮过他忙 因为都是同乡嘛 而且那时候也不是坏孩子 这时候我们当警察当巡视的人 大概也需要一些线人 李福星有时候去巡逻 有些事情就会问陈兴发 李福星与陈兴发 一个是警察 一个是爬车小弟 来自宜兰的背景 牵起他们的缘分 也让两个人之间 存在着雨帮水水帮鱼的利益关系 但复杂的环境 却改变一个人的心境 原本给人乖乖形象的陈兴发 日渐迷失在纸醉鸡迷的夜生活中 曾经看到 都能把千元大烧撒在地上 撒满在地上 那任小姐在地上滚 只要粘到身上都算你 陈兴发的心态就是这样 看到了那么多的大哥级的人物 在酒店里面一直千斤 他就会开始很羡慕 笑想自己有一天 也能跟他们一样当上大哥 这个江湖梦 陈兴发一直摆在心中 就连十九岁入屋当兵时 也没放弃过这个念头 他应该当兵没有多久 有一次就部队里面就放假 放假之后他就没有回去了 没有回去他就算逃兵了 从此他就这样子开始逃亡 然后越陷越深 陈兴发的路开始越走越偏 两把短枪就带在身上 到处热书要钱 有一回他跟一间李隆院的 五姓老板讨五百万不成 竟挟持对方到墓园 连开七枪射杀 这是陈兴发下手的第一条人命 没想到几个月后 他还大胆绑架 宜兰县议员欧耀北 我一眼他就讲说在 他在被绑的时候 刚好是在泡汤 泡完大概在按摩 出来 人家就见到奥义丸 然后他就 不做什么 然后就直接拿枪 然后就把他压到车子里面 压到车子里面的话 直接然后就枪给他看之后 然后就跟他蒙眼睛 现议员被陈兴发 压到基隆一处民宅囚禁 当天晚上 议员太太就接到电话 说那个欧医员人在他手上 请他们准备五千万 然后来输人 那时候陈兴发他打电话 都是公共电话 公共电话 譬如说这个电话 他怕被追踪 大概讲一分钟之后 然后他因为骑机车 到北的地方 或者机车车到北的地方 然后再打电话 当初的那时候的 追踪的技术也没有很好 所以都是试货 没有办法及时追踪到 当初入口也都没有 没有那个CCTV 没有监督设备 所以说那整个过程 他做什么车 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 好像有点神出鬼没 没想到三天后 就在议员家属交付赎金的隔天 议员平安被释放 还自行返家 让警方大大松了一口气 虽然人质最后是毫发无伤地回来 却养大了陈兴发的胃口 他也打电话回来给一些 当时的省议员 对一些民意代表 大概都会很怕 都知道这个阿隆 杀人不眨眼的 由省议员接到阿隆的电话 吓到立刻出国躲避 就怕真的被找上门 陈兴发甚至还跑回台北 到以前的老东家大屯饭店 不是要报答前老板 当年的知遇之恩 而是开枪抢枷 我们去大屯饭店查访案件的时候 才发现大屯饭店的墙上 有类似的这个枪弹的痕迹 被开枪的痕迹 那我们问了店里面的老板 那老板本来都不讲 后来我们跟他讲说 这个是一个枪击案 那你怎么可以不讲 后来他才透露说 是陈兴发来恐吓他要钱 然后开了几枪这样 在追踪他的同时 刚好又发生了新生公园的 一个枪击案 也就是我们的特警中队的同仁 刘旺德他们的小队 他们在新生公园巡逻的时候 发现土地公民要前面 有一群黑道分子聚集在那边 那陈兴发他们就往高速公路 的寒冬的方向逃逸 那流氓者去追结果后来被 开枪打到伤到脊椎 到现在还是痰瘫的 因为这样子 然后让这个陈兴发财 好像声名大噪 竟然连警察都敢杀 实在太嚣张 当时阿隆的身上 已经背了至少三条人命 加上统和勒赎杀人的犯案记录 就多达五十四起 那个年代不仅仅只有 真的是阿隆在外面犯案 也有很多假借所谓的 我是阿隆 然后在外面恐惑入所的 什么地方都会被他 有这种莫名其妙的人 就用阿隆的名号 就来说他要了几万要了几万 当然这种消息 在那个年代非常非常的过 真假诚心发 让警方忙着追气疲于奔命 更让当时的北台湾居民 人心惶惶 诚心发的狠 在道上是闯出了名号 后来只要是被他盯上的目标 几乎都会乖乖地给钱 当然也没有人敢冒险去读看看 对方到底是所谓 真的阿隆还是假的阿隆 而这也造成了警方 非常大的破案压力 有一天侯友宜他接到的线报指出 陈心发很有可能出现在台北市大志一带的赌场 于是侯友宜率领的大批的警力 鹤枪使弹就埋伏在河堤边 没有想到同一时间 陈心发他人却到了名声东路另外一间赌场 这么巧遇到了资深前往布县的刑警 结果胡荣誉在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之下 他暴露了自己警察的身份 没想到陈心发不但没有拔腿就跑 他竟然当面呛了一句 刑打那又怎样 接着就一枪打死了胡荣誉 那时候警政署发布了所谓的 十大枪击药犯的查记状态里面 陈心发他本身他已经被列入了 第二代的十大里面了 那其实那个时候是人人都可抓 因为我们可能查到 他跟这个犯罪集团有某些的关系 可是又怕曝光 所以就拜托其他刑警帮我们去了解一下 这一个人的我们要的一些资料 当时杨哲昌拜托的其中一位刑警 就是在台北市行大第六小队任职 绰号古铁花的胡荣誉 讲到胡荣誉他这个人本身坐在 我们可以用四个的行动他 玉树林崩 这个人本身他是五湖四海 很海派的个性 胡荣誉跟其实他三个字怎么念 也念不到胡荣誉 那其实也是因为储留江的港剧的时代 他的人又跟这个胡荣誉花的 这么一个角色又非常非常地相近 所以大家才把他给 这样给取得这个昵称的 胡荣誉阿萨利的个性 让他结交许多三教九流的朋友 有一天 一名茶艺馆老板找上他诉苦 因为对方接到了一通恐吓电话 他的朋友有接到了 自己本身在电话里面呛声说 我是阿龙 我要跑路 你准备一笔钱 我什么时候过来拿 当时假冒诚心发的人实在太多 为了查证是真是假 胡荣誉决定私下走一趟茶艺馆 同一时间杨哲昌也获得另一项线报 我这边的线索得知到他会到大直的 明水路那个提防外有一个赌场 他要去那边赌 顺便要去讨债 大概晚上十一二点这个时候会去 这情绪都蛮正确的 所以因此我们在明水路的提防这边 我们也有在晚上有布了重兵 准备就在那边行动 由当时担任台北市行大副大队长的侯友宜 领军的专案小组 当天晚上就守在提防边埋伏 没想到还没等到人 却先传来了快消息 七点左右吧 我就听到我们的队长告诉我们说 趕快到迷征东路 有一个刑警被开枪打死 那时候心头一震 因为那时候胡铁蛙 其实那时候我也有请他帮忙去 探一些消息 所以他到那个地方 我就觉得不妙 是不是他 这个不祥的第六感 一直在杨哲昌心里头打转 立刻赶到现场一看 倒在地上躺在血泊中的 竟然真的是胡铃玉 这三个就是陈希希花 他们三个上来以后就拔枪 然后就恨定大家不要动 因为这些大概都是黑道分子 然后他就说猛猛地出来 就当场那个人在 可是当场那个人看 他就愣在那边 可是陈希希花也没认出他 虽然没有站起来 他就说谁是谁出来 结果大家都没有动声色 现场积分安静地诡异 在场的黑道大哥们就怕出了声 陈希希花手上的枪就会指到自己头上 结果这个时候 我们的胡铃玉 可能刚刚在上厕所出来 听到外面有这种吵杂的声音 他就出来 看到有人拿枪穿便衣 然后他就过来跟他讲说 不要那么冲动 你是哪个单位的 我们的同仁误判说 他应该是哪个单位的刑警 所以他说你是哪个单位的 结果这个陈希花就问说 你是哪个单位的 然后他跟他说 我是行大的胡铁花 所以他说行大的好 就把他押住 陈希花二话不说 枪就拿出来了 直接逼着胡铁花跪下 那后来蹦蹦就这样子 直接让胡铁花直接 就从后面开了枪 胡铁花直接爬下来 他是往他头部开枪吧 所以他倒在现场就 对 当场就没有救了 看到他在为了攻 为了攻 阴攻 然后被枪杀 我们自己都很满自责的 当然我们新人心里都是很痛心的 我在这边埋伏 我同时在前大概一两百公尺的一个 林宅里面被掛掉 所以通知我说 我就把他赶到起来正好起来 他也能走 OK 所以 所以 后来 其实我们最难过的就是说 人左的是一回事 我们总的对他小孩 对他太太这么讲道 自责 无奈的表情全写在脸上 痛失同袍的愤慨 就算过了二十多年 仍在心中泛起涟漪 当时陈钦发不但打死警察 还枪奏虎龙玉的配枪 这无疑是在向警方挑衅 其实那个时候陈钦发在 他在逃亡跑路的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旁边只有这两个人 一个是陈根龙 一个是张耀天 这两个人一直都是他带到旁边的小弟 基本上陈钦发生性多疑 他也不会再用什么样的一些新的人 他枪杀胡龙玉之后 其实我们就去 有认识了一些酒店 我们也去清查 后来县民也提供消息 就是说有一个小姐 某某酒店的小姐 花敏叫什么名字 跟他们这三个枪级要犯 非常的熟 但是这个女孩子又不知道 他们是枪级要犯 那我问这个县民说 那熟到什么程度 他说那女孩子 这个女孩子带他们到他 这个女孩子的家打麻将 因为他有跟其他的朋友讲说 这三个有三个男的 长得很帅 然后都带枪 我一个来对他们三个这样 直到电视不断放送胡龙玉 被枪杀的新闻后 酒店小姐才知道 原来那三个一起打牌的牌咖 竟是杀井扼杀 他有看到电视 他说就是那三个 然后这个朋友来告诉我 然后也不知道 这小姐什么名字 长什么样 只知道她在某某酒店上班 然后她经常会去 布丁了一个美容院 在南京东路 于是警方跟踪这名酒店小姐 上班下班 还直接跟到美容院 陪她做头发 一个多礼拜后 目标人物终于出现 到总督戏宴 然后就在那边等朋友 等了大概二十分钟之后 出现一个男的 竟然是张耀天 就是枪杀杀杀的其中一个 两个就买了票 然后进去看电影 那我们那时候是 说实在如获至宝 很难得直接这样就跟到了 当时也请示我们的长官说 要不要直接先抓这一位 后来大家想说 因为主要的要求还是陈心发 怕动手了之后 陈心发又整个线索又断了 所以那时候我们奉命 就是继续跟肩 于是杨哲昌跟专安小组的同仁 只好也买了票 一同进去看电影 而且就坐在他们后面 出来他们又去吃西餐 我们也是跟着他去吃西餐 然后在分头 一组跟着小姐去上班 一组就跟着张耀天 终于查到他巴德路的住处 继续监控了两天 才有发现陈心发在羊台抽烟 当时我们要在看这种大楼的时候 我们也派了一个我们警察的建筑 院长得比较矮 要混进大楼里面去看地形 因为只有地形能看得清楚 我们才好会不攻击 那因为我们警舰 比较没有经验 他在看整个大楼的时候 地下室他感觉 这是一个独栋的 双拼的 这是七楼 他在三楼 他直接论的就是没有地下室 但是后来我们就看了 我们攻坚上去 我就觉得不对 因为他有地下一楼 地下二楼 地下三楼 那我就想惨了 我跟猴吾 他说猴吾大队长 我跟他报告说还有地下室 他说惨了 原来那个 他那个地下停车场 是跟隔壁的大楼 后面背对的大楼是共用停车场 结果他那个车道是从 另外一个巷子出去的 出路从另外一边出去 他们就已经要出去 所以里面都收得刚刚进进 然后他们就搭着电梯 然后从停车场出去的 后来我们也掉了 原来不是仓皇逃逸的 所以感觉蛮扼玩的 就是说一个好好布线 能够布线到这样一个地方 然后就为了太急躁了 警方连开了六枪和一枚震害弹 当时攻坚失利的新闻 不断在媒体上放送 爱看电视的陈兴发 当然也看到了 但最让他生气的 不是藏匿处被警方查到 而是这个画面 在巴德路攻坚的时候 后来李富星也有残疑 他也有到达现场 然后被媒体派到 陈兴发万万没想到 这个平时尊敬的老大哥李富星 竟然要来抓他 他有封文说 李富星是加入专案小组的 那当然我都否认 我都否认 因为台北市的专案小组 并没有把它列在名字里面 也就是为了要保护他 但是后来就是双面的陷 等于是去煽动陈兴发 那么说你看那个李富星 你刚才以为他是你好的大哥 就在中间挑拨铃尖 来造成那个陈兴发的那种恨 所以他也有放话给媒体说 他要找李富星 就是这个新闻镜头 拍到了李富星 他出现在这个攻坚的现场 据说陈兴发好巧不巧 他也看到这个画面 他看到之后愤恨不平 这个平常那么照顾我的大哥 竟然出卖我 竟然带着一批警察 要来抓我 或许什么同乡之请 原来都只是在利用我 都是假的 陈兴发当时他已经怒火攻心 失去了理智了 他竟然嚣张地到处放话 他说他要杀李富星 而这等于就是向全国警察宣战了 当时侯友宜还特地地交代同仁 要特别保护李富星的安全 但是没有想到 有一天侯友宜 他又收到了一个情报 陈兴发可能出没在台北市的 首都饭店 当时一心想要替训职的胡蓉玉报仇 于是包含了李富星等人收到通知 立刻赶到了台北市的首都饭店 而侯友宜还千交代万交代地 一定要等他到了再行动 天天那一天 台北市下起的倾盆大雨 路上到处都在打开车 等到侯友宜赶到现场的时候 一切已经来不及了 蛤蟆这位人 更胖的药盘 判死刑都没有关系 会记得 先把自己的生命过后 侯友台长一直都是 在鼓励我们 还是在提醒我们要小心 他就要我跟王爺 要负责李富星的安全 因为毕竟比较敏感 所以当时我们都要保护他回家 都要保护李富星回到家里 当李富星他认为说 我自己是刑警 我干嘛要你们保护 但是基于同袍 而且我跟他说 保护到两人的指示 我要保护你回家 虽然我也不愿意 虽然我的关键比你高 我还是要保护你回家 因此杨哲昌 王侯爵 李富星三个人 经常一起行动 也会到陈兴发去过的酒店布线 有一天 我一个朋友打一个电话给我 他得了一个情报 他说有一个 这个陈兴发的以前的同纪人 要提供一个线索 约我在河江街 跟长春路的一个 旁边一个首度判店见面 这个线命还承诺 隔天约见面的时候 也会带着陈兴发的前女友 一起出现 那一夜 我时间我迟到了 他就打一个电话给我说 你怎么迟到 我说干嘛 我说刚刚看到首度判店楼上 陈兴发竟然从楼上下来 我说你讲笑话吗 全世界都要抓他 怎么在楼上下来可以看到 他说真的 我们在喝咖啡 看到他从坐天椅下来 我就自己一个人开车 我就打电话给 线上的李毅县 还有线上的王婆姐 还有建在在籽的杨整厂 我就跟他们吵什么 你快快快 你们三天到河江街 长春路口带我 我说不是约晚一点吗 他说他们已经在那边了 而且发现成心发的 从楼上下来 出去了 我说大概多久时间 他说大概 离开半个小时了 就是那时候 离开半个小时了 我想说应该也不会 在现场去遇到了 但是我 侯物事长还是提醒我们 要小心 他说你告诉他们两位 王婆姐 李毅县 到了现场以后不能下车 侯友宜千叮零万交代 要等他到了再一起行动 毕竟成心发火力强大 已经失去一名同胞的他 就怕有人再被牺牲 我先到了 我到了还等了他们 十几分钟吧 因为雨下太大了 然后我一直打电话 一直打电话 奇怪 有一通电话通了 他说他们还在路上 各开一部车还在路上 因为下大雨 大塞车 那时候还有在捷运工程在施工 所以台北市那时候是交通非常乱的 但李富星跟王后绝抵达之后 不仅没跟杨哲长报备 还直接下车 有可能他们想说 他下去买个东西吧 然后另外一个李富星就下车 下车去接电话 他如果在车上接电话也OK的 所以就想不透 他为什么要下车去旗楼上面 他们在那边接这个电话 然后让大概在三公尺外的 这一个陈兴发在那边吃自助餐 发现了李富星 竟然站在他的眼前 所以当时他就放下筷子 然后拔枪 然后拉枪机 然后两支枪就冲出去 陈兴发从背后偷袭 让当时在讲电话的李富星 完全来不及反应 他等于说第一枪 他在旗楼被打了一枪 然后他就往前跑 他跑了不到十公尺吧 一个转弯的角落就倒下去 然后那个又补过来又补两枪 李富星跑到巷子口倒下来 他倒下来又 王小姐刚好在巷子口的那一边 然后就冲过来叫他不要动 叫那一个人开枪 因为他也不知道李富星被打了 他也不知道 他知道有人被开枪了 因为雨都下太大了 视线都不亮 所以他不知道 中枪的是李富星 他那时候还不知道 你是反应式的要 对他说叫他不要动 结果两边就 陈兴发也朝他开枪 两边你来我往火火了好几分钟 这时一步行进中的车子 刚好停了下来 两人就在车前与车后对峙 车上驾驶下的打开车门落跑 所以当时我在对面 因为雨下很大 我在对面我就听到 听到三声 我就说枪声 我就把窗户摇下来 杨哲昌以为是一般黑道在火拼 结果跑到对面才知道 竟然是王后爵正在跟陈兴发对峙 然后陈兴发就看到有人带着枪也过来 结果他就往河江街的方向跑 我们这样追追追也是把民众这样推开 然后他说警察 叫他们赶快先避开这样 对 然后才去追追追追 大概追到河江街里面的一个公园 就不见了 不见了 那因为天色也暗了 然后雨又下很大 然后我刚才说李富星呢 李富星他说不知道 我刚才说那他回来 我们先回来好 杨志昌回到李富星倒地的现场 而同一时间侯友宜也赶到了 我就看一看 开到建国北路要右转 长春路的时候 我就开始听到砰砰砰的枪声 我说惨啊 这个枪声呢 不是变炮声呢 我就车子跟人家相撞 弄到因为我很急嘛 就装着我跳下去的时候 冲过去然后惨啊 李富星刚被打到头部 我看到了 我心都凉了 不知道怎么办 我跟沈昌讲 赶快叫我最后车 能不能救他 我知道没机会 所以当时我们回来 把他抱起来的时候 他那时候其实还没有断气 其实就是 就是大量的血在喷 大量的血在喷 然后他在咳 那个血一直往他的那个 所以他呼吸不到 一直渴 所以我把他抱起来 叫他撑住 撑住 讲他就会很难过 那时候是您抱住他 还是王侯爵抱住他 我好觉得 是王侯爵抱住他的 每每想到 当时在雨中的情景 杨哲昌都忍不住 红了眼眶 因为到最后 李复欣还是撑不住了 我一直就很难过说 会不会我的腺炎抱我出卖了 只不过同人会吓吃呢 只会这个样子 那时候讲 其实我是脑筋一变狂白 只会这样子呢 怎么会这样一个结果呢 后来追了同人 王侯爵回来跟我讲说 给他跑掉了 我心更凉 又给他跑掉了 这么好的兄弟 就在我面前被打掉 那时候这真的很痛苦 那时候应该有流泪 他是很坚强的 那英雄南妙的流泪 但杨哲昌没说出口的是 当时的他 其实也是强忍着眼中的泪水 尤其在等待支援警力 赶到的那三分钟 对他而言 仿佛是一世纪 那也有民众帮我们撑伤 围了一堆人 围了一堆人 然后我还拔枪的警戒 我怕他回来又回来 对 因为我们就 我们就在一个墙角 对啊 那我还警戒 警戒着等 我们的援兵过来 我那时候觉得 我怎么等那么久了 我的警力怎么还没有来 后来我们到了 他说包长 那我们两三分钟就到了 接到报案 那我们马上就到了 对啊 有等待的时间 当时滴在杨哲昌 侯友宜身上的 已经分不清是雨水 汗水 海湿泪水 只见帮他们撑伤的民众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因为谁都不忍心看到 刚刚中枪倒地 不停冒着血的李富心 在大马路上的风雨 这么好的一个朋友 这么好的一个大哥 他就为了这么一个专案 那个时候大家就认为 因为他的名字叫做父亲 大家都想要他是福心嘛 也不太可能说 会遭遇到这样的事情 没有想到人还是走了 那是 李富心的殉职 让专案小组同仇抵抗 每个人都想立刻活带 陈兴发 这个时候 一名计程车司机 跑到派出所报案说 他刚刚被陈兴发挟持 一问之下才知道 陈兴发逃跑以后 就坐上了他的车 压着那个司机 然后叫他开车 他坐在后座 然后叫他开车 然后开到 过去南路的地方 我下来压着他 去打一通电话 然后再压着他 到国务纪念馆 然后这两个 就他们两个同伙 就到国务纪念馆会合 据那个司机讲说 他 他左腿还是有重弹 就一摆一摆的这样 原来陈兴发也中枪了 既然他受伤 就有可能跑到医院 或诊所治疗 那个时候 从事情局说 或情务中心一盖了 马上在晚上八点多 一盖全面 全面发布下去 到各个医疗机构里面去查 有 只要有受到所谓的枪伤病 枪伤的病患了 完全就赶快要紧急通报 另一方面 专案小组也列出几个 曾经追踪过 曾经发的地点 古陵街 无心街 民胜东路 巴德路等六个地方 也派人煮一清查 接到110转报的就是说 北医 北医的急诊室有接到电话 有人来询问说 遇到枪伤要擦什么药 或去哪里买药 或是北医那边能不能提供药品 这样的勤资啊 北医 台北医学院 不就是位在无心街上吗 这跟之前的情姿吻合 因此侯友仪就带着几个人 到无心街查房 分头去找 那结果 结果竟然是在无心街这个地方 遇到这个成根龙 下来买药房买药 然后被侯大俩遇到 然后侯大俩也很眼见 说这个就是成根龙 然后就跟上去 眼见成心发的小弟成根龙 跑进了一栋公寓的六楼 侯友仪怎么可能错过这个机会 一场警匪驳获 又要展开了吗 接连失去了两个好弟兄 侯友仪她的内心非常的自责 她说如果是她早下车 也许被开枪的 就不是李富星了 侯友仪也曾经怀疑过 难道是她被她的信任给出卖了吗 但是再多的懊悔 都无法挽回李富星的性命呢 当时侯友仪她只有化悲愤为力量 尽快地将成心发捉拿到岸 才能告慰李富星在天之灵 在当时全国上下的警察 大家同筹离开 动用了所有的情资网络 一定要把成心发给揪出来 果然非常快的 就在隔天 掌握到成心发突破的地点 侯友仪率领了两百多名的警力 大家背齐的弹药 全副武装 将这一栋公寓 团团地包围住 结果遭遇到了成心发誓死頑强抵抗 警匪雙方火火超过了两千多发子弹 这在台湾自然史上创下的记录 甚至连信义分局里头子弹都被打光光了 双方最后 互扔震撼弹 互扔手榴弹 引燃了瓦斯大爆炸 整层楼被炸成了一片较黑 看到这种状况 成心发他还跑得了吗 成心发火力强大 手边夹起来的枪就有十多把 近千发子弹 逼得挡在最前面 拿着盾牌的霹雳小组 节节后退 我们也担心盾牌会不会 近距离又被穿透 然后也把我们的步枪也拿过来 对 所以后来 换我们用步枪跟他缓起的时候 他们就躲到里面的房间 等我们把门破开的时候 攻进去的时候 因为那个房间我们更没有开过 发现是一个细长形 他躲到最后一个房间 所以他有一个左道 做一个屏障 每次攻到客厅的时候 他子弹就从最后一个房间里 就打出来 所以就是持续跟他喊话 然后一边疏散 一边跟他喊话 然后又跟他讲说 出来面对司法 他说不可能出去也是死 不然就叫我们进去跟他拼了 我跟他说你出来 我绝对不会对你开墙 他说他不相信 我说你认识我 我们都认识 所以那时候也跟他 一直跟他喊话 可是他也是心歇斯底里的 情绪失控的陈兴发 根本听不进去杨哲昌说的每一句话 虽然无法劝他投降 但陈兴发躲进的主落室里 刚好有三扇对外窗 这让在制高点部署的狙击手 有了攻击的机会 他们就一个针对浴室 浴室一个针对主落室的两边窗 三个狙击手 然后负责 我就跟他讲的第一兵 第二兵 第三兵 然后每一次开三发 然后就躲起来 而你开完枪之后你就要掩蔽 换第二兵再打 第三兵再打 他除了对我们打之外 我们本来是说 消耗他的子弹 第二个是引开他的注意力之后 我们要强行攻坚 强行攻坚前 警方还朝房间内 一连丢了五颗震撼弹跟烟幕弹 但陈兴发 凱视不出来 后来里面就起火了 里面起火了 温度越来越高 我们跟他说 里面出来 然后他就说 你们进来啊 你们进来 后来你出来 那时候就有一个女孩子的声音 我就听到一个女孩子 一直喊救命 然后我就问他 他说 这个女的是谁 他说 他是无辜的 他是无辜的 我说要不要让他出来 我说他是无辜的 让他出来 让他出来 结果他说 好 让他出去 让他出去 所以我们两边就停火 直见农烟中 一名女子 表情惊恐地爬了出来 警方疑问之下才知道 他是成功人物的朋友 双方停火不到一分钟 陈兴发又发动攻击 一个密闭空间里面 打了将近两三千花子弹 把两边的墙都 打成密密麻麻的蜂窝 更重要因为火花太大 所以引起里面的气爆爆死 进到很大的一针 就好像整个瓦斯桶爆开了 我们就趕快通知消防队 消防队上来 然后布水线 后来就没声音了 火越来越大 然后就赶快用消防水柱喷 把里面喷洗了之后 喷洗了就完全没声音了 那时候我就跟长官请示说 最后一波空间 我们就进去 我的研判应该是 应该是在里面已经死了 完全面目全非 那个已经是整个 还不仅说是烧而已 那可能已经焦了 就是整个都焦了 完全 大概整个你说 要一直有办法辨认得很难 有一个被打的胸部重弹 他躺在床上 应该是 应该是那个时候被狙击手打到 后来就是有长枪的 长枪的子弹 后来解剖 那个应该是张耀天吧 另外两个是在浴室门口那边 头肚重弹 后来可能是自强吧 自杀的 警方根据体型研判 其中一名倒在浴室门口 身高178公分左右的 应该就是扯金发 直到生命终结的最后一刻 他的手里依旧仅仅握着双枪 我们整个衣服都还是撕的 就去警察局颁奖 没有一丝的快乐高兴 只是说完成了一个任务 然后结束了之后 我们才到第一殡仪馆 去看看我们的同仁 看看李悟欣 在这场记者会上 每位参与公敬的同仁 表情都是无比的沉重 只能说大家都拼了命 总算给殉职的弟兄 一个交代 但是在杨哲昌大的心里头 却始终有个关卡 他过不去 他不敢面对李福欣的太太 直到有一天 李太太对她说了这句话 在这一次追弃 成心发的烈龙专案当中 不幸牺牲了两名优秀的警察 这是侯友宜他心中最深的痛 此后他一再的提醒自己 也告诫他的同仁 我们宁可让歹徒跑掉 下次再抓 也不能够让自己的同仁 曝露在危险的风险中 攻坚后的傍晚 天空依旧下着猛猛际雨 侯友宜 杨哲昌和一群烈龙专 小组成员带着沉重的步伐 踏入台北市第一兵营馆 要送好同事李富欣最后一程 一个检疫的灵堂 灵堂设在那边 那当然有政府队的同仁 在那边帮他张罗 他太太在那边 大家都很难过 那是一定的 而且我们三个猎龙小组 到底是谁被枪杀 他当时传回来 我的太太那时候在刑警大队 他心里想说该不会 对啊 他说心里想说该不会是你啦 相当中也很紧张 对 又没接到电话 那他又不敢打电话 对 就在那边等待 在灵堂看到李富欣太太 心碎的表情 再想想自己的妻子 何尝不是如此彷徨无助 杨哲昌悲从中来 但陷入哀伤的情绪没有太久 突然间一群人冲进灵堂 原来是刚刚在枪权中 丧命的嫌犯家属 要来讨公道 他们的遗体也是移到殡仪馆去 所以他们的家属也有心情不好 也有冲过来要打 打那个侯物大队长的情形 所以当时我也跟家属讲说 我在现场我有请他们 出来面对法律的制裁 我绝对不愿意当场 当一个筷子手 谁愿意当筷子手 后来把他隔开了之后 有跟他说明 我妈说不是你难过而已 我也很难过 我的同仁包括他的太太不难过 后来跟他讲一讲 他也比较冷静 警方原本要易伤害罪 将前犯家属带回警局侦办 但事后他们也体谅对方的心情 因此决定不追究 另外警政署也体恤李富星的太太 担心日后他一个人带着两个小孩 无法维持家计 因此安排他进到警察局工作 在警察局里面 大概遇到他太太 有一阵子我是避着他太太的 因为他太太回来上班以后 总是觉得说 我们没有把他先生保护好 重此面对面我都会走到旁边去 到有一天他太太在电梯 我愣在那边 进也不是出也不是 等下太太太说 哲仗我都放下 你还放不下 刹那间杨哲昌情绪愧题 原来李太太一直都明白 她避而不见的原因 多年来 深埋在心头的那份自责 好像因为这句话 而稍稍释怀 而李富星的两个小孩 每年也都会写卡片到队上 谢谢警察伯伯们以前对爸爸的照顾 坚强的李佳仁 想要留下的是感谢 与过去爸爸的美好 而不是留下悔恨与遗憾 当年惨烈的枪战结束之后 警方还特别开放媒体 进到了这个 淡痕累累一片焦黑的现场拍摄 不过事后就传出 其实现场发现了这三具的交尸 里头并没有诚信发 难道又让陈兴发给跑了吗 宛如爆炸后的战场 陈兴发等三名抢疾要犯 就是在这场历焰中 终结了他们的生命 有请他们家属来 有的家属也认不出来 当下看不大家出来 但因为陈兴发比较高 所以我们大概认定说 陈兴发在那边应该是能赢 陈兴发比较高 其然他们两位比较大 当下很难百分百确定 交尸就是陈兴发 因此这样的传闻不进而走 事后传出来很多那种说 打死不是之类的 事后有人说 那个打死的不是陈兴发本人 因为那时候没有DNA 还没有DNA的鉴定 没办法马上就做 就提取DNA 然后去做比对这样子 所以在那个年代里面 犯案手段里面 并没有办法就是 马上让民众能够赐 为什么坊间不相信陈兴发 真的死了 因为他过去犯案累累 警察经常抓他又扑空 会不会这一次狡猾的陈兴发 又在火场中 金蝉脱壳 跑掉了 那时候杨日松法医 也有亲自来做检验 但当时三具胶尸检验血型的结果 同时O型 虽然与三人登记在医疗运所的血型 均相符 但该如何辨认哪一具尸体 谁是谁 他们在现场做彩症之类的 都有工存 后来也当然也说过 就是说在有所谓的DNA的技术以后 也曾经做了DNA这样的一个比对 然后也确认了 所有三具尸体的一个身份 这才让附近居民放下心中的大石头 由此可知 陈兴发这个人的恶行恶状 带给当时社会多大的恐惧 否则不会连他都丧命了 还不被相信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台湾解释路 我双边想我们再回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